在刚刚过去的一月份 国际与联共有三场高级别赛事 分别是马来西亚超级1000等级公开赛 印度超级750等级公开赛 以及印尼超级500等级大师赛 在这三个比赛中 台湾选手没有取得任何一个冠军 成绩最好的是戴资颖在马来西亚公开赛进到半决赛 但他在半决赛中再一次败给了老对手山口欠 另外许文奇也在马来西亚公开赛打到了第三轮 但是遗憾败给了戴资颖 南丹的周天成在印度公开赛有进到四分之一决赛 除了这三位选手之外 其余选手基本都是一轮游 或是最多打到第二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截至一月底 台湾选手最新的羽球排名 女丹戴资颖排名第三 山口欠依旧排名第一 许文奇则来到第16名 周天成排在南丹第5名 王子为6有下降 目前排名第24位 南双的排名变动比较大 卢敬尧和杨伯涵的组合 在本月超越了李扬和王麒麟 成为台湾男子排名最高的选手 目前他们世界排名第14位 而李扬王麒麟则后推到第17位 混合双打的叶红卫和李嘉欣上升势头强劲 排名来到了第23位 本月的羽谈大行为应该是南丹霸主安赛龙 在印度公开赛决赛中输给了22岁的泰国小将昆拉伍特 而曾经打到过世界第一的陶田闲斗 则是连续两战都在首轮出局 陶田竞技状态的急剧下滑 令无处喜爱他的粉丝 唏嘘不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